其實在拍這套電影之前 我完全沒有想過做演員 但是機緣巧合下 其實是在Facebook他們找到我去Casting 所以經過了很多不斷的不同的Casting之後 我接到的時候我是很害怕很緊張 我更害怕到走路 我買了機票馬上飛去泰國 然後在酒店房裡哭了兩天 因為太害怕了 那一刻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但我哭了兩天之後 我踏出酒店房門那一刻 我真的已經下定決心要做好這件事 但那時候其實推翻前想 是2017年的年尾 加上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拍過電影 也是第一套電影 最早他比患愛和教速更早 所以壓力是加倍 但那時候其實跟他都相似 其實剛出來拍攝的機會又不是很多 我就覺得我都要懷著一個勇敢的心 去迎接這個挑戰 然後導演說 我這個會是一個lovely role 然後是做姐姐 沒有一個方 然後我那時候是 我啊?我做啊? 是很開心的 然後開始要進入角色 要揣摩的時候 就糟糕 因為我沒做過一個實實在在的 有一個圓形 要去模仿的人物 對我來說所有事情都是承受解手 對我最難應該是跳舞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比較窄的人 比較內向一點的人 少一點動動 所以跳舞特別是梅姐的 那個power 要用很多時間去揣摩 例如他練演奉順 有一下是一下子就蹲下去的 然後馬上就上來的 坐下 對坐下那一刻 都用了很多時間練習 我真的很努力去練習 想他很smooth 令我帶給那條筋是有發炎抽筋 我覺得解鎖的是過去的香港 因為我以前是沒來過香港的 就是十年前 我們很多東西都很有興趣 我們又去一些比較舊的酒樓 又或者是一些場景拍攝的時候 就會很好奇 我就是在電影裡面的世界 我看到的香港就這樣 就這樣重現在這裡 哇 講起了起雞皮 不是 這個解鎖是令我覺得很感動 其實自己對八九十年代的認識不深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年代剛剛才出生 透過這部電影 其實是可以重新去看回 特別是那時候的娛樂圈 到底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 再對比現在就會覺得 其實很大變化 那時候又沒有社交媒體 很多人都要靠看電視 很多人都要靠看電視 很多時候會去一個地點 去等哥哥 等妹姐 變成好像重新 坐時光機去那個年代 去規探一下 以前那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 他很勇敢去成為他自己 因為我經常覺得哥哥 他比那個時代 永遠走前了一點 那個年代 可能觀眾對於他某一些 Style 某一些表演方法 可能當下未必是最接受的 但永遠之後就會很喜歡 你未必做一些 全部人都會喜歡的東西 但是他認為是很漂亮 和很好的東西 他就會選擇很勇敢地去做 其實都是哥哥 我覺得我很想做到那件事情 他說作為藝人 他是想要做到的是 不是 他做到的是 型 巧 靚 串 我都很想做到這種 又巧又串又型 就是你們全部都要看著我 我是有這種 可以provide最好的表演 給你們的一個藝人 但是我自己有記憶 就已經是 2003年的時候 妹姐 即是那時沙士 妹姐 就籌辦了11999音樂會 去籌款 他一直以來都做很多善事 是很有善心 很大愛的一位人物 對我來說是影響很大的 明白到要用愛去做你想做的事 要有一份堅持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